刚才就是伯罗西斯这边在外线的一次进攻 直接出口利用韩德军移动提不上来 那今天赫天举这个位置首发 他要对位防守的是胡锦丘这个点 这也是防守时候的应该说比较容易出现问题 或者说一个很重要的关注点 是 断时间的这种观察 觉得他攻防两端强度可以了 对 走步伟利 对这场比赛呢 对于两位主教练来说也同样是一个考验 两位主教练也都比较有这样的季后赛和总决赛的丰富的经验 你像郭尔岛带领的辽宁队打过16场总决赛 这我们看辽宁他这每次球都到韩德军的手里 我觉得他不管能不能去进攻伯罗西斯这一点 我们看林志杰又是 苏敏辉这一点的防守压力也不小 林志杰又是单挡出来之后 接球就是出口 掩护的时候大家一定要统一思想 哈德森又有一个 他现在就上伯勒奇斯这个开局 但是辽宁队这边也没有失位 防守基本都防到了 对这个非常不错的这个欧洲部 好球啊 林志杰仍然是最把握的得分点 没错 好球 好球 两边两个投手分别利用这个中锋 真往里冲啊 有机会打转弯进攻了 前场的四打三 拔起来干脆利索的又一个三分 这球内线弱侧过来学防 整个 林志杰仍然是最把握的 轮转不统一而出的机会 为我们看下半时就是能不能调整 两阵队一上来就是一个转换进攻 刚才广煞的扭脚延续下来之后 出来接球顺势做一个挡拆 回到上线巴斯的投篮点 中投有了 对这个球配合打得非常清楚 弗洛森穿得非常好 卡德森自己的抛头 反尿这球出了失误 两人本钢的反击前场三打一 反击打进 一的这个空间 到这个弱侧投篮的机会 刘世轩的一个三分球 这样打了一波11比0 过去三分钟 又有一个机会 赵继伟外线出手又进 对 辽宁这个攻得非常清楚 而且效果好 三分非常准 不知道第四节是不是又回到广煞的节奏 好球啊 拼奖非常的积极 情有可原的 当然我们不鼓励说 就是用不好的用语 对 在这个时候去对抗了 那主队在罚球啊 又干扰到了罚球 所以确实这也是不好说的 对 林志杰这边仍然是非常稳的 假投篮运营四球 这个平衡非常好 他保持场上的这种对对方的压迫 没错 又一个三分 这就是说 这个挡拆换人了 直接出来接球干净利索的一个三分 对 李小旭换到林志杰 若策轮转 好球啊 这个球投得真硬气啊 真的是已经防到面前了 对 又是一个失误 这边梁队又要打转换进攻了 哈德森 利用自己的速度啊 嗯 如果去到防守的这个后脑勺去 对 这也合适 对 这边换一怪轮以后 又一个前掌篮板 几乎要把时间消耗结束了都